8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习近平指出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 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首先要回答好 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 这个管总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我们聚焦做好自己的事情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完善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愿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连贯性 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 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 没有变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 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 而不是挑战 同中方一道 找到中美两个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不同道路国家 在地球上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在此基础上 争取好起来 向前走 沙利文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感谢习近平主席波容会见 表示 美中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 爽防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共识 取得积极进展 我此次来华 同王毅主任的战略沟通 深入坦诚 富有实质性和建设性 我愿重申 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体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无意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性沟通 找到美中两国和平共存 美中关系持续发展的办法 拜登总统期待不久 能有机会再次同习近平主席沟通 习近平请沙利文 转答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表示 愿同拜登总统继续保持沟通 为中美关系掌舵领航 王毅参加会见